五栋乾坤 九言等大牌明星 但是口碑还是非常不好 第一个被吐槽的就是杨阳的裤子 有网友开玩笑道 杨阳的裤子是像额扎屑的的吗 我知道你加穷 但是也不能这么穿啊 我在第一眼看到杨阳的这套衣服时 确实也问了一下 第二个被吐槽的就是剧中杨阳的妹妹 很多人表示 是为妹妹和自己想象中的颜值 差得太多太多了 皮肤不够白皙 也不够灵动 第三个被吐槽 这就是张天爱的演技了 还是老样子 表情没变化 变化就是音调 弹幕上很多人说道 难道还是老规矩 数出全靠猴 但是我不得不说一句 张天爱确实漂亮 被吐槽最厉害的最是剧情了 和原著几乎没什么关系 剧情改得非常厉害 几乎是借着五栋乾坤的外壳 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也是看过原著的 在剧情上 确实一时间难以接受 但是故事才刚开始 杨杨的演技也算可以 毕竟电视剧篇幅有限 一些情节进行处理也能理解 相信接下来都会慢慢变好的 你们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吐槽的吗 一起来交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